六度波罗蜜看球看这里 各位华尔街电视和六度博弈网的观众朋友 欢迎来到六度世界杯节目 我是小强 华尔街电视携手六度博弈网站 在我们紧张看球的时候 还能享受虚拟博弈的刺激 具体详情请登陆六度新闻网6DO.NEWS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空还是不空 我们来讲一讲足球战术史 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今天晚上出场的克罗地亚 德国西班牙比利时 都是在足球发展史上 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国家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足球的战术史 关于这期节目应该怎么做 我也是考虑了很久 文案改了五稿 其实这些干燥的战术讲解 我想大家都是不喜欢听的 而且听完之后 除了一头雾水之后 也不会留下什么印象 为了让大家对足球战术 有更好的理解 对看球有更大的帮助 最终我发现 把足球和全球近代史联系起来 讲解战术的发展 是一个挺不错的主意 这个方向应该是我的独创 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借鉴 所以我做了大量的史料搜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 大家知道足球起源有很多种说法 有的说是在古罗马 有的是说说埃及 还有加勒比 甚至我们球迷都知道的高球 出自中国 其实在古代 世界从物理上是分割的 不可能有一项全球性的运动 它有统一的规则被大家接受 所以古代足球的起源问题 其实是一个无解之谜 但是近代足球的起源 这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的 是出自于英国的 19世纪初 足球只是在英国的一些功效里进行推广 作为一个很小众的小游戏 大家都熟悉的这种小游戏 我们也知道 1848年 英国剑桥大学诞生了首部的足球规则 从这个时候 现代足球算是正式的诞生了 早期足球在英国 它的流行范围非常窄 仅仅是在这些大学校园 象牙塔内 或者是贵族的圈子里 这种小范围的流传 直到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 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 成为了工人 然后工人阶级爱上了这项运动 然后足球才真正的得以发扬光大 大家知道贵族对足球的理解 和平民对足球的理解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贵族他觉得足球是一种 强调男子气概的这么一项运动 在他们眼里 你传球 甚至使用战术 都是这种 违背于男子气概的 所以当时的足球阵容 跟今天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我专门准备了一个战术版 这是1872年 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场 国际足球比赛的阵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排 七个人 全是前锋 只有两个中场 一个侯卫和一个门将 所以说当时的足球战术 就是让大家集体冲锋 很像今天的橄榄球战术 前锋带着球就往前冲 不过这也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看 这个球场 这块足球场 这些空间全部都是闲置的 也就没有被充分的利用起来 所以足球战术的发展史 就像就是这个金字塔 这一个倒立的金字塔 慢慢的前锋越来越少 后卫越来越多 变成了一个正立的金字塔 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有一本书 叫翻转金字塔 这是我非常推荐 大家喜欢战术的人 看的一本书 是乔大森维尔逊写的 这本书 倒转金字塔 这也是我认为 描写足球战术历史 非常好的一本书 喜欢的朋友 可以去买来看一看 但是我们今天 就不在这些战术的细节上 来纠结了 我们接着讲这个故事 得益于地理大发现 和第一次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也开始全球化 特别是英国人 他们在全球寻找 贸易机会和通商机会 当然英国人 也把他们心爱的足球 由此带向了全世界 从智利进口铜 从秘鲁进口海鸟粪 从阿根廷和乌拉圭 进口肉类 从哥伦比亚进口咖啡 每到一个地方 他们都把喜欢的足球 带到了当地 当然在欧洲也是 只要有英国侨民团体的地方 足球就会迅速的征负当地人 这让当时在全球 非常有希望成为一个 全球化运动的板球 迅速的衰落 失去了他们全球第一运动的地位 足球一旦传到一个新地方 它很奇怪 它会迅速的跟当地相结合 诞生出独特的这种足球文化 比如说在欧洲中部 就诞生了更有战术性的这种打法 足球在英国 大家知道是一个酒馆文化 大家一边看球 一边喝酒 可能没有时间讨论什么战术 但是中欧它是咖啡馆文化 所以足球传到了维也纳 布达佩斯 布拉格的咖啡馆里 这项工人流行的运动 最后竟得到了知识分子的青睐 在多脑河的咖啡馆里 诞生了著名的多脑河流派 在美洲 大家知道狂野的美洲 人们个性奔放 而且身体的柔韧性都很好 所以足球在这里 诞生了更有技术性的打法 就是1924年的时候 乌拉圭 当时在美洲大陆的乌拉圭 赶赴巴黎参加奥运会 当时这些欧洲人 都没有见过美洲人踢球 所以他们对这个事 一点也不知道 当时这支乌拉圭队的组成 很有意思 主要是由工人和市民组成 基本上都是非职业球员 有一个肉饭 有一个大理石的切割工 还有冰激凌的商贩 为了这一路争取 路费和食宿费 他们在去法国参加奥运会之前 还在西班牙打了七场比赛 为了赚路费 结果这支球队到了法国之后 直接把整个欧洲人给打傻了 他们前四场球进了17个球 只丢了两个 在这届奥运会的决赛上 3比0把瑞士打败了 当时在这届奥运会的决赛上 有一个观众席上 有一个黄皮肤的年轻人 他当时要知道这张票很贵 他把夹克山送到了当铺 换了一张门票 观看了这场比赛 这个人我们都知道 他叫邓小平 我想可能也是从那个时候 邓小平跟足球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正是因为这种足球 在全世界范围的流行 所以诞生了第一届世界杯 不过由于第一届世界杯 是在美洲举办的 所以遭到了很多欧洲球队的抵制 一方面欧洲人觉得 美洲人为什么会踢足球 他们不配 一方面是出于傲慢 另一方面也是凭借当时的这种科技条件 从欧洲往返美洲 交通太不方便了 所以在首届世界杯上 参加的欧洲球队就非常少 所以乌拉圭最后以4比2战胜了阿根廷 夺得了第一届世界杯的冠军 如果历史这么进行下去 可能今天的足球完全不会是这个样子 但是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对于希特勒莫索里尼和弗朗格莱这些独裁者来说 足球成为了一种上午的追求 而且他非常能够凝聚这种民族性的特征 也被这些独裁者用到了世界杯上 所以在第二届世界杯上 莫索里尼的操作弄下 然后意大利夺得了这届世界杯的冠军 由于多脑和流派的这些人物 基本上组成都是中欧的犹太知识分子 所以随着希特勒的上台 我们说的多脑和流派的消亡也是注定了的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足球和世界一起迅速恢复了活力 凭借多脑和流派的底蕴 二战后第一个世界性的强队出自于匈牙利 当时匈牙利的MKT队的主教练布克伟 还有国家队的主教练塞贝什决定 撤回一个中锋 设计了V9号的打法 也是叫MM阵容 当时阵容一出现 马上就震惊了世界 特别是英格兰 在1953年的11月25号 号称世纪之战 到匈牙利去访问英格兰 在温布里大球场 英国人的骄傲6比3 打得英国人目瞪口袋 六个月之后 回到布达佩斯 再一次以7比1战胜了英国队 我看到当时有一个报道 英国人甚至 骄傲的英国人 甚至怀疑 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更先进 导致他们的这种足球 踢得比我们更好 当时匈牙利肯定是世界上 最先进的这种足球打法的国家了 这场胜利 也让匈牙利成为整个世界 足球的胜地 当时就有一支年轻的队伍 遥远的中国来到了匈牙利 那就是当年的中国国家足球队 我也是非常有幸的采访了 当时两位前去匈牙利留学的 中国队的队员 高丰文和陈成达先生 两位老先生 今天都已经做鼓了 但是当时他们给我讲述的时候 这眼力是充满了兴奋 当时目睹世界第一球星 普斯卡什的那种兴奋 以及看到足球最先进理念的那种震撼 还有跟当时的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 匈牙利人约瑟夫建立的那种深厚的情感 当时国家队是有一个计划 让中国国家队长期在这里学习 为冲击1958年的瑞典世界杯做准备 经过了两年的学习 当时高丰文老师跟我说 国足甚至在一场比赛中 1比0击败了匈牙利的二队 如果照这个剧本走下去 今天的中国队可能早就成为世界杯的豪强了 可惜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 这支球队当时是54年4月份过去的 结果在56年10月份 匈牙利发生了这个著名的十月事件 苏联人把坦克开到了布达佩斯 随后我们中国官方表示 支持前苏联的这种干预 原本计划四年的留学也被迫终止 这就让他们提前回到了中国 在1957年的时候 中国首次参加世界杯 对手是印尼 当时的中国队在亚洲是没有对手的 唯一缺乏的就是经验 所以仅仅是因为一个竞胜球的因素 遗憾的错过了与方丹 嘉林查 贝利同台竞技的机会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资本主义席卷全球 科技日新月异 足球战术也从这种传统的粗糙化 变得越来越惊喜 瑞士门栓和练士防守的出现 让防守越来越固若金汤 全攻全守和高位压迫 则让球员对球场空间的利用 越来越充分 到了萨吉米兰王朝的442 更是创造了压缩空间的打法 到了互联网发达的今天 其实各个球队在战术上 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做一下总结 足球战术史 就是把球场空间 利用的更充分的一个历史 也是球员体能体力发展 更全面的一个历史 所以到了今天控球还是不控球 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什么 无敌打法 也没有存在什么 大家还没有见过的打法 主教练无非是选一个 或者几个适应本队球员 特点的打法 所以这也让今天的足球比赛 少了很多意外 所以定位球 还有球员个人能力的发挥 往往成为决定实力相当的高手对决的胜负手 有一个数据就很能说明问题 18年世界杯 在所有进球总数里 定位球达到了占比 达到惊人的三成 21年的欧洲杯 也达到了两成以上 所以我们现在看比赛的定位球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今天的四场球 第一场是摩洛哥对阵扩罗地亚 摩洛哥这个球队大家如果从球员的纸面实力来看 还是挺有实力的 但是非洲球队有一个通病 就是他们的攻抢手弱 这支球队的球风 而且它有点散漫 进攻效率不高 加上他们在8月份的时候 临阵换帅 新帅雷格拉吉 他在队内的号召力 我还是存在疑惑的 最重要的是他在五大联赛的这几个国脚 状态都很差 从最近的这几节世界杯来说 我观察对非洲队是有一个问题的 就是在如今战术防守体系如此周密的情况下 喜欢凭借个人记性发挥 面对困境又很难凝聚起 昂洋斗志的非洲球队 想要进入淘汰赛 它是越来越难 摩洛哥上次打进淘汰赛 还要追溯到遥远的1986年 而且他面对的对手 又是克罗地亚这样的强队 我们看克罗地亚 本届备赛克罗地亚的人员配置非常合理 他既有老将莫德里奇 洛夫伦 佩里希奇坐镇 又有戈瓦迪奥尔 埃里奇 斯塔尼希奇这样的年轻小将 所以这场比赛 我是预测克罗地亚会获胜的 第二场球是德国对日本 这场球就比较有意思了 日本队近十年来 他是人才出现了一个井喷子情况 连田大帝 唐金安 三山巡 远腾行 这一些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论直面实力 我看日本队都可以进入八强 但是本届日本队最大的短板 是主教练森宝一 这点我们看过亚洲杯预选赛的球迷朋友 估计就心里有数 虽然日本队最后出现了 但是在跟中国队的两场交锋中 他完全没有往日日本队打中国队的那种压迫感 这要如果碰到德国 我估计那可就真怂了 还有你看这个大名单 主教练森宝一 在选择球员大名单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带凯尔特人的射手王 古桥亨吾 这个我就比较奇怪 试想如果日本跟西班牙和德国在对阵的时候 你落后了 你想压出去的时候 像这样的前锋 你都不带 那到时候你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我是不看好日本队的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德国队的这种硬朗的球风 他对日本有一种天然的克制 所以这场球我看好是德国队取胜 下面一场是西班牙对阵格斯达利加 西班牙这两年 在恩里克的调教下 他找到了久违的自信 虽然没有办法复制从前那只无敌的控球之师 但这节备赛里 他的实力已经是一个夺冠的大热门了 唯一的短板可能就是中锋莫拉塔 他这个状态也不是很好 但是面对格斯达利加这样的球队 西班牙凭借自己的脚下技术 我觉得即使是莫拉塔不上场都应该可以拿下 所以这场球是看好西班牙获胜的 今天的最后一场球是比利时对阵加拿大 这场球我就有意思了 这场球我建议大家压冷门 压加拿大省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比利时的黄金一带是真的老了 大家看一看35岁的菲尔通亨 31岁的阿扎尔 29岁的卢卡库 这都是属于职业生涯的末期了 而且你像丁丁虽然他很厉害 但他今年也是31岁了 你不能指望他和库尔托瓦这两个人就扛着整支球队走吧 这么老迈的后防线 他的主教练马丁内斯还坚持打三中位 这简直就是整个球队的重大隐患 本赛季在欧国联他连续遇到强队就输 而且他的对手江拿大 为什么江拿大会暴冷 大家可能对江拿大也不太了解 因为这个球队也是很多年没有进入到世界杯了 拜仁的阿方索戴维斯 这是他们的头号球星 这个我就不说了 而且他除了他之外 还有布尔图的欧斯塔吉奥 还有布侃南拉林 都是非常有实力的年轻人 主教练是赫德曼 他治军很严谨 纪律很严明 他在刚带队的时候 他不惜开除不受纪律的队内大佬阿菲尔德 这说明这支球队既有年轻的冲劲 而且还有纪律性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冲击力 老迈的比利时是挡不住的 所以大家我建议 这场球可以拿加拿大冷门压加拿大胜出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祝大家看球看得愉快